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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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多受影响的灾民仍在安排维修工作 约有十户民灾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严重受影响的灾民损失都在数千元令吉以上 收访居民谭永发透露 事发时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子在家 听到一声巨响后发现后方的屋顶整个被掀翻 另外 住家前方小货倉的屋顶也同样被吹走 整个房屋卡在前方的树上 可见风灾发生时的可怕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 新周网